谁要来的 我要来的 要干嘛 她要回去啊 所以我想缓回她 她要回海南是吗 对 你准备去哪啊 我一直留在广州啊 就你不希望她回海南是吗 为什么要回海南呢 因为我家里边就有一个独生女 然后我考研没考上 然后我家里边就特别希望我能回家里实习 我在小片里听到你男朋友说过 考研是她一起陪你考的是吧 对啊 付出了很多是吧 那个时候你们商量过要在哪定居下来吗 广州 当时我也想说在广州和她陪她一起的 那为什么现在突然要回海南呢 就是当时我考研也没成功 我家里边就挺希望我能回去 然后我就说那我也回去吧 反正她现在做见教练 我也挺没有信心的 然后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看来不是为了要回家 而是因为感情没有信心了 所以要回家是吧 对 为什么以前对她有信心 现在对她没信心了呀 因为你知道建房里边吧 美女不是特别多啊 然后围着她对吧 然后其实当初的时候 我也很想留下来陪她一起发展 但当时她跟我提了分手 我那时候也是意思气话 为什么跟她提分手啊 因为她说她回去 我当时就很生气嘛 然后我想用一些激将的方法让她留下来 其实当时是这样的 她下班回来 我就跟她说 我说那个我有个事 和你商量商量呗 商量商量呗 对 然后我就说 我家里边就很希望我能回去实习 结果当时她就火了 就把我往门外面推 说你要走吧 你要走 你把给我滚了 不要回来 当时我自己一个人 我也不知道去哪 我也只能回家 要宿舍里了 我当时也知道自己做的挺不对啊 我后面有回家要找你啊 找不到人 打电话也不接 然后我问她同学 才知道她回去了 然后我觉得她回去也不可和我说一声 我觉得她心里没有我了 而且我之前对她挺好的 好好好 你们俩谈了呀 谈了几年啊 谈了一年多 谈了一年多 怎么认识的呀 是大学同学 就是有一次 就同学聚会嘛 我觉得她挺亮女的 我就找朋友要了她微信啊 挺亮女的 但是她你知道追我的时候 对我也挺好的 陪天陪我逛街吃饭看电影 其实对我挺好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大致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但是我想问点细节啊 你刚才说她在健身房 做教练你没有安全感是吧 对 就是因为健身房里有很多靓女是吗 对 其实还不止这件事情 你知道就是 我俩不是在校外面 她租了个房 让我在那跟她一起 说让我安心的复习考试呗 但是她说我会照顾你的 然后我和她坐在一起之后 反而不是这样的 反而我就跟她一个保姆似的 哦 既然教练她也补充蛋白质吧 然后我每天早上起来 都会给她煮十个鸡蛋 十个鸡蛋 对 给她煮十个鸡蛋 也就算了吧 还得给她剥 我那天我就剥的比较慢了 她说 不就叫你剥个蛋吗 你那么难吗 那时候不是要快迟到了吗 上班 然后我只要你做点事 你就在那里叽叽歪歪 叽叽歪歪 对 你看是这样 每天说你就叽叽歪歪啊 你说你当时要照顾我 对吧 这个你不应该 剥蛋还让人剥呀 对啊 剥蛋还得要人剥 给她剥也就算了吧 你对我吼啥呀 对吧 这个我听明白了 女生说你看 住在一起之后 她的本质就暴露出来 对我不好